繼續是快歌 這個真的會再跳速一點 有很多人猜是否紅色跑車 前轉後轉後轉後轉 中轉 但我又說它都可以是暴風紅唇的 前轉後轉後轉後轉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只是食字 因為華麗泊車和維麗泊車很相似 所以我就吃了那個字 美化了一句 因為我想起之前那一款是未成年 然後你下一步已經考了車牌 因為我記得我18歲就馬上去考車 急不及待 幸好考一次就能考到 那輛車是否給你吃 我忘了第一次 咯是啡色那一架 啡色那一架不是我的應該 可能借Garry Tong的哥哥Gigat 不知道是否那一部 油缸的针都没有了 但你落斜的时候 只要掃滚锅就升上去 斜路是没有的 就是你向上斜 油缸就好像没有油 落斜力就会有 因为它是跟水平线 跟里面有没有油是无关的 是自己的 很棒的 因为那时我们刚刚十八岁 十八岁做大人事就是开车 所以那时我认真到 因为已经出了《红丝发达车》 我想一下那拍车吧 因为通常学车 最难其中之一是拍车 所以我就引用这件事 就是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你问我如果是跟红色跑车多一点 还是暴风红纯多一点 其实对我来说是暴风红纯 我也觉得是似暴风红纯多一点 因为暴风红纯是预着神秘女子 所以我跟他有两件事很好的 我跟他没有说过刚才所说的 但我跟他现在是一齐夹后功 是暴风红纯多一点 我觉得是 因为一来已经是 是有条女出现 是的 DEEP V DEEP V是我改的 是写低胸的 他说DEEP V可以不可以 可以 因为十八岁 十八岁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尽量将那件事 性感少少得来 但是你又要有少少失戀 或者是失落 那不是失戀的 那只是小孩 小孩和大姐姐那样 其实根本就是高攀不起 根本没有可能 这些完全是 因为我们太小了 对 但是看到漂亮的东西 当然会多看两眼 还有多些遐想 当然会 所以怎样都好 你小时候一定会 哇 如果你跟林青霞 钟楚雄 张文玉 张文玉 那就可以开心了 是的 所以我就会无限幻想出来 所以那样东西都挺有趣 而且以前的歌的背景 其实是过时过节的 其实是 对控现在我们的生活 是一个反比的 因为近年的某些原因 导致我们就想过时过节 聖诞生年都好像没有什么气氛 很冷清 所以令到我想将那样东西 写回到歌词里面 就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未来是否所有过时过节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音乐上的真实记录 曾经可以这么华丽缤纷 是的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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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后世的人听到 就知道 我们那时候 原来 那时候 80年代 那些小朋友 或者年轻人 是这样过的 他们会有这样的事 发生的 是 做一个记录 还有 一边 那个处理手法 其实都很棒 我觉得 有些类似Disco Mix 那些 你给了我一个参照 是 是 不知是叫Euro Beat 还是 是一种 很好听的 一种 跳舞 的感觉 是 然后 我又会 配合你的歌词 加了一些声音效 如果坐在车上听 好像有一种 身历其境的感觉 很公路感 是的 很公路感 有一些 好像银着跑车也好 刚刚有个朋友 他真的银着车听 一听完这部车 这首歌 他一向都有一点 银快车 但不要太快 但他听到响态声 就很开心 他不是 他心虚一虚 不是 他只能觉得 哇 是不是我呢 原来是 在音乐上爆了 响态声 令到他突然 很有快感 所以 其实 在音乐的编排上面 加上 我又听了一些 其实是 挺新的 一些 跳舞的歌曲 是的 Carly Minoc 有些少少 的 Refless 有些歌曲 其实是几十年代的曲风 跳舞音乐 但有一些 可能是调整的 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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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声或乐器 那些都是在歌曲里面找到 参考到一些东西 第一个混音乐 没有这些东西 给你听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 很平淡 后来 加上 改了整套 调整套 是 本来是一个 假的电谷 后来 变回一套 真的调整套 更生 然后再加上 不同的混音乐 的手法 就出了整套 整套 是 是 是 因为 声音都要试 是的 其实 我在混音乐 都是这首歌 这首歌 才开始自己做混音乐 就是真的混音乐 以前都是在试试 交一些 可能是 不是怎样 需要 给很多人听的时候 我就不断混音乐 但这次 真的要很 很 很努力去混音乐 每一首歌 是 录音室 我真的要 很多歌的混音乐 我可能是去到 几十 没错 因为我收过 不知 七十 到八十 都不知 我刚才看到个数据 就知道 那没有 没什么 但其实 每个数据的混音乐 可能是 收拾一点点 是 你觉得 可能高音 太刺耳 你又想 弄小一点 或者低音 不够 弄多一点 诸如此 你就是这样 幸好我在 HOME STUDIO 自己家装 可以有这样的好处 不用订阅 明天几点去 现在 我一 无端端睡觉 一扎醒 那里可以这样 就立刻去开机 在这里 然后继续 然后可能会突然想到一些东西 原来那里可以唱两句和音 然后又订阅 然后又唱 很多东西很随意 很随心 很突发 突然间有想法 就去继续 可能每一首歌 无端端就继续 慢慢继续 慢慢继续 就开始成型了 整件事 所以其实很多个梯 可能去到七十多个梯 但其实 浪子都在 但每次我就继续 继续 但我都想 在这边弄完 可能隔壁房 再听 第二套器材 不同的喇叭 就要交给你 最多大中小喇叭都有齐 正所谓小喇叭 每一对喇叭都试一次 电话听是怎样 大机听是怎样 电脑喇叭听是怎样 耳朵听是怎样 耳朵听是怎样 靓的耳朵听和坏的耳朵听是怎样 弹球尽量接近些 因为这个听法 是我们小时候做开的时候 都会做的事情 就算我们在录音室 真是很专业的录音室 里面混合完 一道很漂亮的大喇叭听完 哇 这个可以了 但我们都要再在录音室里 过饼茄奏 过饼茄奏 出回来 拿一个最低的 单声度的茄奏机 去听一次 听一下所有东西是否清楚 是否过到骨 因为其实你还要照顾 普罗一般的乐迷 如果是电台收音机出来的声音 是怎样呢 或者它真的用一个很小的耳朵 去听的时候 那首歌会不会 没有了我们想给的东西 或者只是没有了多少 没有了多少 所以就是尽量要鑑听所有不同的 尽量多些的不同的喇叭 大小小的不同的器材 听上去都觉得 都收货了 所以我们就要 其实每一首歌的混合 其实都浪费了很多时间 多 多时间的 因为真的 譬如每一次 尤其是当你每次做 Mastering 整首歌的组织 做完一次 那你怎样都要浪费45分钟 听一次 是 有时你可能两天之内 我不是听一次 我用几对喇叭听 其实你用了几个钟头 你用了几个钟头 三对喇叭 是否三次的45分钟 是的 其实我就知道 是的 其实你问我 音乐爱好 我怎样都不会不喜欢 你怎样对着这件事 不停重复很多的钟头 而你不厌倦 就是要是你喜欢它 所以其实 这件事就是题外话 当年我第一次进入老金心室 我忘记了 谁问我 你不闷吗 我说不闷 那他说你很厉害 很多人受不了老金心 我有一期去 他好像是去哪个做剑集 工程师 所以那时候 我反而是手多多 老板还没回来 按鼓机 在那些琴 所以变成 我多手 我好奇 我贪玩的 所以我不闷 我看那些师傅 譬如David Lin做什么 我觉得很好看 是的 不知道他做什么 看一看 哦 他现在这样 他们只是一种艺术家 是的 他在做手工 所以我觉得很好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当年经过这些情况 到你现在真的要做 我都不会觉得 悶 烦 重复 我不觉得 幸好我们有经历到那时候 而是这么喜欢在旁边看 是 然后吸收到那样东西 也都知道 听完不同的 可能他动过的按钮 听到变化 原来真的 是好一点 原来动了这个按钮 之后 我们可能会记住这样东西 或者加什么e-back 会怎样 是的 对我们今次去做这个碟 里面真的 是受用很多 受用很多 如果没有那一阵 我想我们今次 真的做不到这样的效果 是 所以丁二 都要再一次 多谢我们之前 曾经帮过我们的 一些录音室里面的朋友 是 很多前辈 疑疑疑疑疑 所以 现在靠自己 大个儿子 靠你了 懂的 懂的了 成长 Jonathan 太棒了